婚纱小资女呛马 就扁大队插花 民进党昨天举办的人民火大 一路呛马游行 各行各业都走上街头 殖民小资女也穿着婚纱加入 怒呛没钱不敢婚 没钱结婚大队中 32岁陈小姐 和男友月薪共8万元 每月最多只能存2万元 根本买不起台北的房子 无法结婚 现场也有22K起薪 邮电双掌等汽油桶 让民众敲打出气 游行队伍有原住民拿勇士刀起舞 上征逝尸出草 开喜婆婆则顶着火大怪兽造型气球 卖力抗议 因为近年你已经没饭人吃了 我们要跟他走着火 我们会管理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拼出 算人们要为我们拼出来 所以不要叫他放下车 他没有了解到人没有放下车的人 有游行民众替布袋戏友挂枪 连鸭子都贴上口号 火大上街 V怪客面具团队都出动倒马 没醒透啊 除了道士在游行队伍中做法 也有人穿上麻布袋 表达对司法不公的抗议 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 和扁医疗小组成员陈昭斯 昨天组成旧扁大队 共两千人集结 从万华龙山寺出发 搭火大呛马顺风车 给我们的扫党 只有一个人 就是要来打拨 舒缓动裁 要来要求逍红阿比总统 因为阿比总统 一千百万一保党的典票 但旧扁大队没申请集会游行 警方两度举牌警告 台南则安排民众 戴着马英九面具下跪 众新闻 悄悄火气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